車停在路邊 後方不斷冒出濃煙 車外遊覽車的司機和導遊 正在快速疏散乘客 車上的人一個接著一個下車 走到馬路對面等待 還有民眾在走階梯時 因為緊張而跌倒 對面有人趕緊過來攤伏 一瞬間更多的濃煙竄出 就在最後一名乘客下車時 車底已經冒出火焰 所幸40名乘客都驚險逃出 全人平安 驚險火燒車 發生在南投線路古香 24號上午8點左右 四臺遊覽車載著數十名遊客 從高雄搭乘遊覽車來南投旅遊 原本計畫要去陽灣步道漸行 途中經過路股外環道時 開在第一臺的遊覽車沿途噴煙 最後車尾引擎是7貨 烈焰熊熊燃燒 農煙從車尾竄到車頭 會經絕道火燒車停下 除了司機互相通報 還有一名大工程 附近居民發現時立即上前示警 消防車在趕到以後看見火事 還在持續燃燒輪胎內部 也同樣冒出濃煙 立即拉開水線滅火 因為熱心民眾在遊覽車停 紅玉燈的時候 提醒司機遊覽車後方 冒煙起火 順利的將遊覽車的車上 四十名的司機導遊及乘客 接引下車 長途國旅去途遇火燒車 幸好民眾機緊拍打車門告知 名副其實的神出元首 及時救了一整車觀光客與司機 三類新聞市議會曹勝章 吳昆宇南投採訪報導 大火吞噬的遊覽車停在路中間 右後窗戶擋風玻璃破出大洞 窗簾燒到破裂 車身後半部燒成坦黑色 師傅趴在地上找拖車失利點 遊覽車司機則陪同在旁拍照取證 根據監理系統資料顯示 此輛來自高雄的遊覽車 二零一四年一月份出場 並沒有預期檢驗紀錄 不過過去違規數共有六百八十六件 起火的冷氣空調機燒到看不出原貌 外界猜測會不會與天氣熱 長時間溫度調很低有關係 專家研判機率較低 問題可能出在 根據定檢規定 其他自用車 營業車未滿五年 每年至少檢驗一次 五年以上至少兩次 營業大科車出場年份 預計十年 至少每年檢驗三次 遊覽車定檢項目 包括廢氣排煙測試 煞車效能及平衡度測試等等 不過專家私下透露 並未包含冷氣空調機 至於此次起火原因 還需進一步鑑定釐清 下輪新聞中部 綜合播到